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当然对于申请的策略 步骤都会有一些变化 在这里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 怎样来注册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首先需要由雇主来注册 个人如果你是雇员 原则上是不能够注册的 当然代表雇主的UHR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的雇员 是可以代表雇主来注册的 或者其他的代理人 包括律师也可以在网上注册 那么只需要很简单的信息 具体需要什么信息呢 从雇主 公司方面需要当然要有单位的名称 公司叫什么名字 还有所谓DBA Doing Business As 有的公司有正式的一个名字 另外在商场 另外还有它的别名简称需要提供 还有公司的税号 FEIN 用来identify 公司的 另外还有单位的地址 公司的地址 注意这不是受益人的工作地点 二者可以相同 也有可能不一样 最后公司联系人的姓名 职位 电话 E-mail 有这些信息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雇员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呢 那公司比如说我要为公司的一位雇员 或者五位雇员提交H1B 那么注册的时候呢 对于每一位intended beneficiary的雇员呢 也要提供个人的信息 包括姓名 性别 是否有美国境内取得的硕士以上学位 还有出生日期 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当前的国籍 以及护照号码 大家可以看到呢 对于个人要求的信息也很简单 所以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 注册呢 并不难完成 另外需要强调一点呢 就是说在注册的时候 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政府的规定 不需要提供这个职位的具体信息 你只要说我是一家公司 我想为这个雇员申请H1B 那么具体这个工作的title是什么呀 职责是什么呀 工资是什么呀 这些一概都不需要 只需要雇主和雇员的基本信息 律所可以为雇主作为代理 来提交这个注册的申请 需要呢 有签字的G28表 注册的时间呢 我们再重复一下 3月1号开始到3月20号截止 那么现在是1月中旬 所以呢 还有一个多月 注册就要开始了 还有其他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 那我们看到这个注册流程 本身是比较简单的 过去申请H1B 要先向劳工部提交LCA的申请 现在呢 就先注册以及抽签 抽到了以后才需要办LCA 以及后续的像移民局的I129的申请 提交注册以后呢 原则上来说你不能够更改 哎呀 这个雇员的名字我写错了 或者要换一个人不能够改 但是呢 你可以把已经提交的注册 在抽签以前呢 可以撤销 然后重新提交新的更正过了的注册 然后呢 雇主可以为不止一位受益人提交 说我们公司想申请两个H1B 后来过两天 我又想另外再补充再交三份申请 是否可以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可以分在不同的日期来注册 不是说非要在同一天 另外呢 移民局还要收费 每一个注册呢 收10块钱的基本的费用 这个费用呢 可以在政府的网上付款 一个网站叫pay.gov 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用银行账户的信息来付款 注册以后 抽签抽到了以后呢 公司有90天来提交这个申请 那么如果公司在被选中了以后 说我不提交H1B申请 是否可以呢 这个case by case 最后还有一点呢 关于F1 OPT 大家知道有一个叫cap gap的规定 这个规定呢 没有改变 还是呢 以原先的这个时间线作为划分的 那么如果H1B申请抽到了 那OPT在H1B生效前过期 有可能可以用这个cap gap来延长 好 我们注意到呢 今年是这个先注册 然后抽签 再提交申请的第一年 会有很多变化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